美女想要拼命呼喊求救 但她却动弹不得 因为此时的她已经被刁毛死死绑在了案板上 就在这时刁毛缓缓走了进来 一言不合就拿起杀猪刀朝她的脑袋砍了过去 让人不知道的是 眼前的刁毛每天都会抓回来 年轻漂亮的女孩将她们残忍杀害 一天不抓女孩她就全身难受 并且只要是被抓到这里来就别想着出去了 因为就算是她同意 手里的杀猪刀也不会同意 赶紧点赞加关注评论区狗头保护 忽然被她盯上我可不管 尽管是这样 淡淡生毛的翠花却偏偏不信邪 结果一觉醒来就被刁毛绑到了案板上 就当刁毛手起刀落到一刻 翠花却没有感觉到一丝害怕 而脸上却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因为她坚信自己的盲人男友 七天之内必定来救她 刁毛肯定也会绳之以法 刁毛听后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 因为这么多年来警察都没能抓住她 心想一个瞎子是何得何能抓到自己 随后她直接把手里的杀猪刀放到一边 因为七天时间她还是等得起了 但刁毛离开后就开始全身难受 她路过一家加油站时发现 路边有一个美女 于是她决定免费把她送回家 美女上车吃掉车上的巧克力后 就昏睡了过去 很快刁毛就把她扛到了密室 下一秒她就把翠花松绑 把美女绑到了案板上 就当翠花疑惑不解之时 刁毛一把就将美女的脑袋砍了下来 翠花见到这一幕 被吓得蜷缩在墙角瑟瑟发抖 次日警方便在一座荒山 发现了美女的无头尸体 翠花的盲人男友 大壮赶到现场后 通过气味得知 这不是女友翠花 于是推断出女友此时还活着 为了能尽快救出女友 她来到警局 请求警方可以让她协助破案 而另一边 凶手刁毛又开始全身难受了 这个男人有一个奇葩的爱好 那就是把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 绑回家放到案板上 紧接着转动开关 将女孩的头部悬空 下一秒她就手起刀落 直接砍掉女孩的脑袋 这已经是刁毛第二十次杀害女孩了 尽管翠花看到这一幕 被吓得瑟瑟发抖 但她却坚信自己的盲人男友 必定在七天之内就自己 为了尽快找到女友翠花 大壮直接来到了警局 想要帮助警方破案 可警方看她是个瞎子 并没有把她当回事 因为这起连环杀人案 警方都没能找到一点线索 更别说是瞎子 于是便随意给她安排了一个 残疾人和一米五的小胖子 当她的助手 就当几人坐在一起 研究这几起案件时 凶手又开始作案 只见一个漂亮女孩半夜 准备开车时 雕毛突然从她身后出现 紧接着一个螺丝刀就刺了过来 担心她没死透 直接又无情地补上了几刀 仅仅几秒钟的功夫 女孩就当场去了西北 事后雕毛把尸体用塑料袋打包 塞到了后备箱 次日雕毛刚打开门 直接就被一个无头女尸的尸体 绊保在地 因为这件事 所有人都认为雕毛是凶手 很显然 这是凶手故意诬陷大壮的 而此时的大壮 也从这名女尸的身上 发现了重要线索 她在这名女尸身上 闻到了养猪场的气味 她猜测凶手很有可能是个杀猪的 但就当警方对附近养猪场逐一排查时 他们却没有发现一点有用的线索 就当小黑来到最后一家养猪场调查时 意外却发生了 男人养了一辈子的猪 但这一天猪却不吃不喝 似乎就像是生病了一样 就当她拿起麻醉针 准备给猪治病时 一名佛波勒走了过来 雕毛健壮赶紧关上了养猪场的大门 二话不说 就把藏在手里的麻醉针 注射到了她的体内 事后 她把这名佛波勒 抬到了自己的地下室 经过雕毛的一阵手起刀落 佛波勒当场领了盒饭 次日 这名佛波勒的脑袋就被挂到了村口 面对着赤裸裸的挑衅 警方也表示束手无策 因为这已经是当地的第21起连环杀人案 随着案件接连发生 凶手雕毛也开始越来越大胆 直接来到了大壮家 就准备解决她 好在这时 助手意识到了 不对劲叫住了她 雕毛见情况不对 直接开车就准备逃跑 小黑则在后面穷追不使 经历了一阵速度与激情后 雕毛把车开进了一片乌黑的包木 但生毛的小黑拿起武器就走了过去 不幸的是 次日小黑的尸体 就被送到了大壮家门口 看着身边人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去 大壮认为是时候自己出马 于是他找人画出了养猪场的位置 经过一番路线的熟悉 大壮闭着眼睛 带着助理就赶往杀猪场 与此同时七天的时间也已经到了 雕毛拿起杀猪刀 就准备解决翠花 就在这时警报声忽然响起 雕毛气得直接拿起杀猪刀 就冲了出去 本以为大壮会很快的命丧黄泉 可就当雕毛准备扑过来时 走廊里的灯光突然关闭 雕毛瞬间气得火帽三丈 拿起杀猪刀 就是一顿比划 就在这时 大壮直接出现在他身后 拿起电击棒 就把他击倒在地 随后大壮赶紧冲向密室 解开翠花 把他救了出去 次日 当地记者邀请翠花 召开了发布会 但在发布会上 翠花却说凶手只是个孩子 原来 翠花被关在密室时 遇到了雕毛的母亲 也正是因为 几年前母亲一直打他 才造成了他患上心理疾病 拥有了这极其扭曲的性命 而这一幕 恰好被屏幕前的雕毛看到 这一刻他的灵魂 似乎得到了救赎 次日 他头戴红色围巾 一头跳到了万米悬崖之下 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